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哪些人看起来容易上当受骗 第一个呢 是这个印堂过宽 印堂就是在两枚之间 那么这个部位从面向当来看 如果是这个部位比较宽阔的人 宽阔的标准是什么呢 可以拿这个自己的手指去比一下 超过两个半手指宽度的人 拿手指比一下 超过两个半手指宽度的人 这个印堂就过宽了 心情太过于乐观 得失心不重 从而显得有点什么懒散 做人做事 包括他这个意志力不集中 容易上当受骗 第二个是双眼皮 双眼皮这种面向 个性比较开朗 热忱 感情丰富 容易受感动 感情化 但是抵抗力 抵抗不了这种异性的诱惑 抵抗力差 容易在这个情感方面 受到一些上当受骗 不过假如 本身鼻子直挺的人 那么情绪管理能力会好一些 这种现象会减低一些 像这种鼻子也不怎么挺 比较平 比较凹的 这种鼻子就更加加剧的 双眼皮的一种什么 感性化的这种程度 那么第三个是眼睛比较大 这种面向的人 个性比较大胆 勇敢直爽 对许多事情都感到好奇 好奇心重 这种人容易相信别人 没有心机 容易听他人的甜言蜜语而上当 这是一个眼睛大的人 第四个是圆鼻头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蒜头鼻 蒜头鼻不只是鼻翼饱满 这个鼻头也是比较圆 这个看起来跟蒜头一样 鼻头圆的人心地善等 心如止水 就跟这个豆腐块 豆腐一样的 非常柔软 这些人耳根子软 耳根子软 很容易上当受骗 这个鼻头比较圆的人 那么第五个是耳朵 耳朵长得不好 在面向当中 耳朵变形 残缺 往外翻 像这个就是外翻的 耳伦超过了耳阔 这个位置 耳朵往外翻 左右耳朵如果是大小不一致 这个也是 通常表示内心的深处 有或多或少存在某种阴影 存在某种阴影 而且内分泌失调 在心格上可能是比较自卑 偏激 主观的情绪 比较不太稳定 或者是判断失误 偏主观性太强 那么这种人喜欢 听小道消息 因此容易 产生这种 从众的心理比较重 没有什么主见 因此容易被一些人欺骗 好了 这是五种容易上当受骗的面向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混货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好 感谢观看